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本集LC冥王神话是动画版最后的内容 其中有加了一段漫画也没提到的 500年前年轻百里跟赛奇对抗冥王的故事 大家关注的历代汝量最大的雅典娜也登场了 延续上一集的内容 在山羊座艾尔西德的奋战下 终于救回西旭福斯的灵魂 两人一起联手打败了梦之四神 但最爱练功的艾尔西德最后还是牺牲了 睡眠结界的消失 也意味着哈迪斯城完全失去保护 休普诺斯独自一人来到他囚禁亚伦的地方 见到亚伦依然努力地完成着The Lost Canvas 休普诺斯感叹人类这是不可思议的生物 竟然能画出如此美丽的话 亚伦听到人类两个字表情有点不悦 表示自己不当人类已经很久了 他已作为冥王重生 但休普诺斯却直接对亚伦摊牌 因为他看不惯亚伦自称哈迪斯扮演哈迪斯 身为人类竟企图操纵王军还打算左右胜战 他之所以设下这个牢笼 还故意让天马进入梦界 目的就是为了迅速将亚伦的灵魂给磨灭 如今作为人类灵魂的亚伦已经到极限了 说罢休普诺斯使出永恒睡眠 让亚伦的灵魂沉睡 冥王哈迪斯终于觉醒 完全占据这个身体 真是冥王哈迪斯 死亡并不是救赎 而是定罪 就让这黑夜的色彩涂满整片大地吧 场景切换到了圣域 白礼换上教皇的法袍来到星之秋 他感叹道因为自己不喜欢被束缚 所以这两百多年来都让弟弟赛奇担任教皇守护的圣域 但说到对圣域的感情 自己也是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随即戴上教皇的头盔 对圣域所有的战士们进行精神喊话 由于包围哈迪斯城的两道结界已被销毁 目前敌军的根据地就像毫无防备一样 然而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全靠几位已经牺牲的黄金圣斗士 随后便向所有战士下达初战的命令 不过对全军鼓舞完士气后 白礼并未以教皇的身份带领众人作战 而是直接脱去法袍 甚至连自己祭坛座圣衣都不穿 就想用这样的方式独自去封印碎神 这时徒弟史昂突然来到教皇厅找他 师父你该不会想落跑吧 现在全军都为了进攻哈迪斯城在竞技场集合 虽然你只是隐武者 但也该站在第一线激励人心啊 不用担心啊傻徒弟 我都全权交由圣域模范成西絮福斯指挥了 你都几岁了怎么还这么任性啊 看你这个小鬼懂什么 这是战术还不快给我滚开 与其关心我的事不如关心眼前的圣战 也以为你有车田清点能活到本传就松懈了 话一说完白礼便用瞬间移动消失了 画面来到圣域的竞技场 可以看到西絮福斯正集结所有兵力准备出击 西絮福斯大人 这大军要如何一下子全部移动啊 不用担心 这个长得像木的小孩会带我们去 他可是百里大人最疼爱的弟子啊 木是谁你认识吗 我完全没听过 可能要活两百年才会知道啊 随即小孩使用念力张开了巨大的时空门 瞬间就将所有人传送到冥王哈迪斯城 但是你妈的 刚刚这张图前排的圣斗士都超过八十八人了 来到哈迪斯城下的战士们 每人都士气高昂 恨不得马上爬上去打倒冥王让故事结束 但此时西絮福斯却下令要所有人原地待命 原因是冥王城的结界还有最后一层 进入结界范围的话 连十分之一的力量都使不出来 目前已经有人在处理这件事了 所以要大家先回各自的岗位待命 由于动画不会做到亚特兰提斯的剧情 所以动画组这里也让天蝎座卡路迪亚 跟水瓶座的迪杰尔出来露脸说几句台词 与此同时有个斗篷客已经爬上山壁来到哈迪斯城 被一群骷髅兵包围 拿下斗篷一看原来是白里 白里连圣衣都没穿 仅带着一把刀就闯入哈迪斯城 奇怪的是哈迪斯城竟然连一个名斗士都没有 全靠一群连战斗力十都不到的骷髅兵守卫 白里简直就像狼扑入羊群般 轻松就达到百人斩的成就 随后进入到一个地上坏有五芒星的房间 这里就是结界的中心部位 只要将前代雅典娜赐予的刀插入正中心 就能解除哈迪斯城的结界 正欲破坏结界时 修普诺斯突然出现在白里身后 白里永远都忘不了这充满echo的低沉声音 他等待此战已经等了两百多年 接着便进入一段连漫画都没有的回忆剧情 时空来到了两百多年前的前次圣战 这场圣战的最终战场不是在冥界而是圣域 年轻的白里正在十二宫前对抗不断复活的名斗士 弟弟赛奇眼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提出全员撤退到教皇厅再一网打尽的策略 言下之意就是要放弃十二宫 连这时代的巨儒女神雅典娜也同意这项战术 随即仅存的圣战士全都集结在教皇厅前 与蜂拥而来的名斗士进行对抗 这段还故意用黑白手稿方式想表达自己很有意境 但大家都看得出来动画组的经费严重不足 不然也不会只出了两季就被腰斩 连被粉丝们骂到翻完全也没什么周边玩具效益的 圣斗士Omega都能出到97级动画啊 一阵激战过后 圣斗士终于守住最后的防线 随即看起来很琢的前代名王哈迪斯亲自登场 就在他集了一颗巨大能量球想消灭圣斗士的时候 雅典娜结界突然开启 这下名斗士反成了瓮中之鳖 纷纷吐血倒下 哈迪斯盛怒之下 能量球朝雅典娜丢了过去 正所谓辱不拒何以拒人心 看到如此拒人心的雅典娜 众人怎舍得让他孤军奋战 所有圣斗士全都团结一心 合力挡下了这击 最后在雅典娜结合众人小宇宙的攻势之下 终于将哈迪斯的灵魂集出这少年的躯体 雅典娜也正式宣布这场圣战的获胜 然而就在众人高兴的迎接胜利之时 白里突然发现眼前这作为冥王躯体的少年口吐鲜血 回头一看 就连其他的圣斗士也全倒在血迫之中 雅典娜面色凝重的要白里跟赛奇 不能放开手中的刀 因为上面的雅典娜之血能保护两人 随即天空出现了两道身影 正是此次圣战首度献身的冥界双子神 达纳都斯趁机朝众人丢了一发恐怖天命 幸亏雅典娜及时出手将这必杀技给顶了回去 由此可看出 不但圣斗士一代不如一代 就连雅典娜也是一样 这代的雅典娜不仅战斗力高强 而且都身先士卒 披挂圣衣站在第一线 下一代的沙甲也是有勇有谋 与圣斗士们并肩作战闯魔宫 到了成户杀之这代 就变成只会被对手抓走 还要靠圣斗士用血汗来相救 由于双子神还得去追冥王的灵魂 不想多做缠斗 于是便开启了神的超次元空间 临走前还不忘对两兄弟放话 下次见面就是两百多年后 但这对神来说只是白居过系 人类能够活多久呢 白里跟赛奇也不甘示弱的反抢 为了打倒你们这两个烂神 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活着 双子神露出轻蔑的神情 头也不回的进入超次元通道 最后也不晓得 为何雅典娜执意要去追他们 并要两兄弟活着 准备下一次的圣战来世再见 前次圣战就以这样的方式落幕了 回到祖先的故事内容 对于能封印死神一事 休普诺斯觉得很了不起 也对两兄弟表达了敬意 随后便送了白里一份大里 只见空中突然掉落两个人影 白里仔细一看 竟然是史昂跟让叶 原作漫画这段实在跳得太快 当初看得有点莫名其妙 后来在动画里有补充了这段 就在圣战士集结在竞技场 准备出战时 史昂独自一人站在远处观望 他打算使出瞬间移动 追随白里脚步前往哈里斯城 就在这时 铜骨出现并打断了他 史昂告诉童虎 师父白里已经一个人潜入哈里斯城 因为他两老一直将封印双指神 当成毕生的术院 自从教皇赛奇为了封印死神牺牲后 白里也想为这时代的年轻人冒死一搏 史昂想陪伴师父一起战斗 童虎听完 当然不能抛下这好兄弟 同时也担心天马的安危 于是便跟史昂一同 使用瞬间移动先行一步 此时天马三人也已经来到哈里斯城外 正在攀岩 由于受到哈里斯城结界的影响 让叶跟耶人虚弱到连山壁都快爬不上去 只有天马因为雅典娜花环庇护不受影响 就在天马为救两人快跌落山崖时 史昂跟铜虎及时赶到顺手拉了他们一把 于是五人便组队一起加入攀岩的行列 途中突然修普诺斯的五芒星出现 直接带走了爬最慢的史昂跟让叶 所以他们两人才会出现在百里面前 笨蛋你为什么要追过来啊 师父你才是笨蛋啊 你都剧透我会活到老车的圣斗士时代 那你应该带上我一起组队的啊 哼 真是两个无可救药的小鬼啊 真是太感人的师徒之情了 我就成全你们让你们一同赴死吧 说罢 修普诺斯使出一招空降领域 突然地板消失 百里三人置身在一万米的高空 原来睡神修普诺斯能将梦想与空想化为实体 百里三人顿时从高空急速下坠受伤不清 修普诺斯丝毫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随即又召唤了一颗巨大陨石朝三人而去 百里为了救两名弟子 奋不顾身地冲上前挡下了陨石 此时腹部突然喷出了鲜血 史昂这才发现原来百里在来此之前已经先切副了 插个题外话 上回就有网友提到LC讲到马尼哥特打人妖时 北斗就刚好也讲到雷伊跟人妖的对决 那这回百里切副刚好北斗也讲到天狼星的切副 还真是绝妙的巧合 不过百里切副并不是表示要赴死的决心 而是代表他不惜赌上性命也要完成任务 随即百里将刀抵在地上 身上发出了击湿气的光芒 突然年轻的赛奇出现在他的身后 不止赛奇前代所有圣斗士的灵魂都被百里召唤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到首带幕绘制的前代圣斗士模样 最令我讶异的是这个海蛇座 原来他也是可以有头发的 休普诺斯看到这群最熟悉的陌生人完全不放在眼里 觉得只是一群无用的亡魂 再将他们打入冥界就好 但他完全错估了人类 对人类而言 200多年的执念可是非常可怕的 随即百里使出了机师器转灵波 将前圣战战士们的灵魂转化为能量攻击 不过依然被休普诺斯轻松用一只手挡下 百里剑壮竟然舍弃肉体 释放出自己的灵魂与转灵波合而为一 战友们 弟子们 这就是我的执念啊 如此强大的一击 终于将休普诺斯击倒 爱玩谋略的休普诺斯可能做梦都想不到 他才两话就被解决 而且连一个人都没干掉 比起来只会蛮干的死神战机还比他好看 休普诺斯被消灭后 百里也醒了过来 至此终于把纠结两百多年的恩怨都解决 看到百里的背影 使让内心激动的说着 这就是我的师父前圣战的意志 我的师父百里一直活着 背负这遗愿 但师父还活着 这句话无疑替百里立了个flag 正当百里举刀要切断哈迪斯结界时 突然无预警的遭到袭击 百里当场身亡 袭击他的人正是冥王哈迪斯 人类就是这样的脆弱啊 值得赞赏的就只有鲜血的燕地吧 见到百里之死 悲愤交加的史昂 直接避杀技心血旋转打了过去 但他的攻击全被哈迪斯吸尽衣袖 并加倍地反弹回来 第一次与神交锁了史昂 这才明白人与神的差距 史昂随即望向了地上百里的刀 他决定即使牺牲生命也要破坏结界 但哈迪斯早已看出史昂的心思 直接将前代雅典娜留下的刀给破坏 如今可说是连一张王牌都不剩了 而让叶面对着冥王 身体竟然因畏惧而无法动弹 就在两人命悬一线之时 铜虎等人及时赶来救援 前面就有提到动画版剧情 他们五人是一起攀岩 后来史昂跟让叶被修普诺斯抓走 但原作漫画少了这段 他们出现在此的理由很可笑 铜虎竟然是恳求西旭福斯让他过来这边 还在半路上遇到天马 耶人更是完全消失 没参与到此战 天马看见百里之死 对亚伦这昔日的好友感到火大 一个天马流星拳打了过去 不过下场跟史昂一样 被哈迪斯用衣袖接触后反弹回来 为了避免夜场梦多 哈迪斯直接拿出了配件 发出猛烈一击朝天马砍去 幸亏铜虎及时用盾挡下了这件 但这件威力之大 连能粉碎海底神柱的天秤座之盾 也应声而碎 两人不甘示弱随即联手反击 但在本传 星矢跟子龙联手那可谓是龙马精神 而LC的天马跟铜虎联手 那就真的是马马虎虎了 两人发出了招式被哈迪斯一箭就反杀 而且还波及到了后面倒霉的屎狼等人 动画版还多加演一段 杀起来用小宇宙让天马做神圣衣出现的剧情 逼得哈迪斯不得不穿上自己的名衣作战 但天马这集也只是令哈迪斯的头皮流血 随后连神圣衣也被打得烟消云散 这时一旁观战的史狼做出了一个冷静的判断 当今能打倒冥王的 只有在神话时代唯一伤害过他肉身的天马座 当物之急应该先行撤退再另谋两击反攻 但问题是要如何从冥王身上找到逃走的空隙 史狼啊 那个空隙就由我来创造了 铜虎突然站起身来并脱掉身上的圣衣 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听见史狼心声的 但如今能牵制冥王的也只有他了 随即铜虎发出一招黄金色的庐山龙飞翔 在龙的口中竟然还藏了天平座的长枪 这集虽然也对哈迪斯造成不了伤害 但却替史狼等人争取到了生机 天马 和你一起休息的日子真的是不错的时光 你也这么认为的吗 我所爱的弟弟啊 铜虎舍命一集终于救下了未来的希望 哈迪斯演见这场闹剧已经结束 也决定舍弃哈迪斯城踏着阶梯前往天上的宫殿 完全都不明白圣斗士大军移动到这里来是来干嘛的 最后史狼一个瞬间移动 来到了传说中无法使用瞬间移动跳关的十二宫 雅典娜出来迎接并安抚士气低落的战士们 雅典娜大人十分抱歉 不仅我师父白礼连铜虎都牺牲了 辛苦了 只要你们平安归来就好 反正看圣斗士的都知道铜虎能活两百多年啊 可恶啊 我一定要变得更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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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行啊 OVA版LC冥王神话两季动画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在做这部影片时发现 原作漫画剧情跳来跳去有点杂乱无章 动画则是照自己的节奏把很多乱的地方顺过一次 让读者看起来更容易懂 只可惜因为销量不佳 应该不会再出第三季了 但后面剧情我们还是会用漫画继续的说完 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期再见